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5.0卡时登场顺序曝光 女随法被砍,炒大剑加强 史诗集优化来了,马威卡技能总结 5.2进时,并非火神,有专属坐骑 骑摩托车,5.1眼女士大骑凉凉 火神登场时间确定,机制定位曝光,随喜喝汤 元神风担5.0那塔越来越近 9位新角色也即将和各位旅行者们见面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而说起那塔角色登场的安排 也是很多小伙伴们比较关心的 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随着那塔5.0版本将近 除了火神的登场外 那塔也会有新的神童,火神童 有关于火神童的形态 其实早就被放了出来 废话不多说,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下图是截止到目前,右神的神之童 就形象来看的话 火神童外包岩石 并不是火焰的形状 看上去更像是火山 除了那塔火神童的形象外 就是各位旅行者们比较关心的 马威卡、西诺宁的相关消息了 其中西诺宁据说是卡其那加起凉凉的升级版 大世界能力很强 长暗逸的情况下可以进入暴凌状态 可以在墙壁上高速移动 同时为队伍提供生存和增伤 命座则是提供异伤 Buff 个人感觉还是有点可信度的 这算是严属性通用符了 而那塔的另一位新角色 马威卡 就最新的消息来看 马威卡确定会在5.2版本登场 之前提到火神是马威卡 目前来看 火神并不等于就是马威卡 这里就比较迷了 估计应该和水神 湖宁那差不多 马威卡可以帮助水系角色和攻击力模型的角色 挂火频率和雷神的一技能协同攻击差不多 看这样子 水系在那塔大概率是要喝汤了 不过版本跨度大 随时都有变动的可能性 各位旅行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各位大佬好呀 大家比较期待的火神最新消息有了 关于马威卡 第一 他在5.2版本up 这个已经确定了 第二 火神马威卡 第三 他可以帮助水系角色和攻击力模型的角色 第四 他的挂火效率 类似雷电将军的一技能 协同攻击 第五 他有个命座 是增加队伍的夜魂角色数量 虽然舅舅说 马威卡不等于火神 但马威卡至少明面上是火神 七天神像上面是他的形象 但是好像有神级的实力 所以这才造成了男主前妻与火神像无法共鸣 突然反应过来 如果是真的话 七神好像除了钟离 都有点双生这种设定的感觉 除了眼神 风精灵与拟人 雷霜胞胎 大扫小草 水分身 而且看火神像 发现并没元素力 感觉马威卡没有神位 只是名义上的火神 纳塔仍需要一个领导 但马威卡自身实力很强 Mero舅舅透露 火神可能是马威卡的坐骑 具体形式所示 如果是真的话 那也太抽象了吧 不过真正的火神灵魂 在一个龙形摩托里 感觉就合理了 这下知道为什么火神 要穿皮一样式的机车服了吧 而且抽火神自带坐骑 原神的坐骑问题也解决了 也有不少玩家觉得 龙伙伴也可以是摩托 一个会飞一个还能下水 多适合纳塔复杂的地形 而且从原型考量 感觉也超适合的 南美原始部落 所表现出来的狂野 富鸡 力量美 其实也非常符合 机车潮流的设定 有一说一 火神骑摩托 我觉得是意料之外 但是非常恰当的设计 再加上借鉴了 奥运会传火的设定 现代化一点也不是不行 毕竟风担都有机械了 火神骑机车也不是不可能 也有玩家调侃说 感觉纳塔就抄的阿罗拉 这是可以说的吗 宝可梦版原神 抄个摩托来也好 最好也能飞 而且盲猜一波 奥运会肯定会有执行官参加 执行官赢了 就获得很珍贵的东西 应该是神之星 没猜中别喷 原神风担 4.8卡池的纳维亚尼路 已经登场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都已经抽到了呢 除了两位人气角色的复刻外 后续纳塔5.0版本的消息 最近也是非常的多 尤其是5.0卡池角色 登场的安排 以及新角色的强度 都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后续卡池角色 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5.0卡池角色 登场的安排了 就最新的一版消息来看 5.0上半卡池的五星角色 分别是 马拉尼万叶下半卡池的五星角色 分别是 基尼奇雷电将军陪跑的 新四星角色是卡奇纳 之前PB中出现的 岩系小罗莉万叶雷神的插队 也就意味着 钟离声赫 莱欧斯利又要被血藏了 大概率在后续的5.1卡池登场了 就是不知道消息的可信度怎么样了 而说起5.0卡池的两位 新五星角色 马拉尼基尼奇 其中马拉尼是蒸发大C9VE技能的改动情况来看 马拉尼在开始冲浪后 首次释放 沙沙撕咬的时候 产生4-5个球 基尼奇场按释放动裂冠灵炮时 产生4-5球 总的来说 产球能力都非常多 但是马拉尼的倍率被小砍 基尼奇的专武数值倒是加强了一波 从原来的608提升到了741 值得一提的是 在后续的那塔5.0版本中 季行也将新增更改基础奖励的方案 比如说 摩拉经验书矿经验瓶可以四选三 算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优化了 毕竟有的材料 很多玩家太多了 基本上不需要 所以说 对于这样的史诗级优化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非常的期待呢